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进行因素分析 好 到这里呢 接下来因素分析怎么做 因素分析 你看 执行因素分析的时候呢 区块为单位 也就是说次购面为单位 好 我们来看看以前我们曾经提的一个 例 范例 提的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的范例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什么叫做次次的因素 工作满意度就是一个因素 一个构面 这叫做整个架构的构面 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大块 区块 然后呢 工作态数是一个区块 工作薪资是另外一个区块 所以工作满意度 这里面有主顾关系 薪资报酬 自我价值 社会地位跟成就感 这是我们经过文献探讨发现的 有这么多 这叫做因素 这叫因素 这整个构面里面的因素 好 这因素呢 我们上一次提过 因为薪资 工作薪资抽出来了 所以第二个薪资我们不做 我们只有做四个 主顾关系 自我价值 社会地位跟成就感 也就是说 你们这个题目 刚好在第一页里面呢 通通都是属于工作满意度的看法 工作满意度的看法 工作满意度的看法 我们本来是五个 后来因为我们把薪资抽开了 结果只有四个 四个是哪四个 就是这里面的 主顾关系 第一题到第六题 自我价值 第七题到第九题 社会地位 第十题到第十三题 然后呢 成就感 第十四到第十七题 如果是我们的编码 如果是我们的编码 我们的编码是这样子哦 注意哦 我们的编码 因为上面写的编码是 第七到七开始 主顾关系 主顾 主顾关系 总共六题吧 所以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到不一十二 这个呢 是主顾关系哦 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统计里面哦 然后呢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是自我价值 再来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是什么呢 是社会地位 再来 第二十到二十二一二三 是什么 成就感 好 我注意哦 因为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清楚 我只要讲这个范例 后面那三个做法 我都不讲哦 你们可以在九零四练习 好 主顾关系是七 七到十二 然后 自我价值是十三到十五 十六到十九呢 是社会地位 二十到二十三是成就感 在你们题目上面是一到第十七题 好 因为我要转换过来 好 这叫区块哦 这一块区块 这一个区块 这一个区块 我们称它构面了 真正名词可以称它构面 英文叫dimension 英文叫dimension 我们构面呢 其实就是区块的意思 我因为说明起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这里呢 区块为单位 意思就是次构面为单位 例如研究为 忠诚度 满意度 工作度 三个是测诚面 那我们整个坐在一起 来做分析 好 我们来看看哦 怎么分析法哦 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呢 我们进入分析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reduction 其实在中文版直接就会写 因素分析了 直接就会写因素分析了 然后因素分析呢 进来以后 我们把第7点到第23 到23 这个叫做一个区块 进来 这才叫一个区块嘛 一起跑嘛 可是不要忘记咯 不要忘记什么 因为22这一题没有信度啊 我们要抽离 没有信度就一定要去掉 信度先分析 再分析 删除以后再分析 因素分析 为什么 我刚刚也讲到 有信度不一定有效度 有效度才真正有信度 所以信度没有的 一定要先除掉 然后呢 还会不会再三题 我们这样跑的时候呢 记得选择什么 记得选择说 它的kmo是一个检视值 再选择 特征值大于1的 这先做 然后呢 组成分分析 先选 接下来 再来 转轴 直接转轴 直接做转轴 在这里 中文就会写直接转轴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可以做选择什么 选择 那个叫复合值 直接做排序 好 我都写好在这里 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写 先选择主成分分析 直接转轴 对不对 再选特征值大于1 就可以进行分析 如果就可以分析 当然呢 你最后可以选收挺 也就是说 刚刚讲那个收挺 接下来 我们看看 我们回头再来看 得到结果是什么 得到结果就是 这样子一个结果 得到一个结果 会变成这个结果 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我们直接把刚刚那个 直接把它 跑出来 它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这里面呢 这叫做因素 总共有三个 总共有三个因素 大于1 eigenvalue 大于1的 只有三个 所以三个因素 它会把 三个因素的 matrix matrix就是 矩阵 列出来 只有几种矩阵 主成分矩阵 叫做 pattern pattern就是一种 pattern叫什么 人家讲叫做 样式 样式矩阵 再来结构矩阵 不要忘记了 我们要用的是 结构矩阵 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呢 component 叫做 correlation metric 这就是 每一个因素之间 它的相关 相关一定要怎样 相关一定要 没有达到显著 才是对的 显著表示 它们之间是 不能用了 这个通通都很好 都没有显著 所以这三个呢 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struck metric 就是 结构的矩阵 结构矩阵 抓出来以后呢 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来看一下 这是结构矩阵 我是一个审查者来看的话 我只要随便抓两个 资料就知道了 你只要把原始data 换掉两个 它数据通通不同了 每一个数字都错了 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常常在审查人家的文章 或者审查人家的深等 我看这个就知道了 你作假没作假 我描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通常投稿的人会 这边先投研讨会 再来投期刊 我抓到研讨会 抓到期刊 一比对就知道 你数据有问题 表示你有问题了 尤其是那个 对象没有改变的 人数也没改变 怎么会这数据会错呢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没有行政伦理 没有学术伦理 这样就会被砍掉的 我这个 我是非常严格 我会很鼓励人家深等 很鼓励人家的文章 如果说我审查的 那个秦刊文 我都会怎么样 我都会给很多意见 如果不过 那意见更多 我希望他修改以后 他再投 我不会像有些人 写几句话 你不过了 不是 我写的非常多 我都会存档 我自己存起来 那如果说真正不错的 我给他意见之外 我还是给他通过 告诉他说 你将来发展 你可以朝哪个方向发展 你会更好 这是概念 数据绝对是不会有问题的 三个是这样子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刚刚跑出来是三个 我们这个是几个 原先设计是四个 那怎么办 如果你坚持要四个 可以 你也可以参考这三个 你也可以坚持四个 坚持四个怎么做 就像我这里面说明的 我这里有一个说明 假设你要采 因素分析的话 如果 在这里 如果 无法符合原文件架构中的因素数 例如中程度分成四个 但是特征值大一只有三个 这个时候可以采用 强迫因素分析数 强迫的因素数的一个分析 怎么做 在这里 很简单 刚刚那个地方 因素分析的地方 我把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extraction 就是我们的萃取 萃取的时候 这里是 eigenvalue大一 这是标准做法 因为要大 要变成四个 我就直接在这里输入四个 它就强迫分成四个了 四个出来结果是怎样 是这样子的 来 你看一下 就是上礼拜做这个 变成四个 其中有一个 没有大于 eigenvalue 没有大于一 但是可以用 可以用 好 一样 它的 struct matrix在这里 我把它抠过来 抠过来 结果到这里 来 你看一下 这就是上礼拜我做的 然后呢 你们看一下 红色字呢 从左边开始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栏位 看这边 这一题 第十九 这一题 在第一个因素 它的负荷量 点828 在第二个因素 点230 在第三个因素 点227 在四个呢 点542 负的正负 没关系 是它的 正负 在因素分析 是不考虑的 没有关系的 它是负荷量的问题 正负 有题目的 反向题目等等 会有负数 那你不管它 好 你看哦 在这里有点82 在这里呢 有点542 第二题 在这里点720 在这里点50 在这里点43 在这里点负3 点322 意思说 我 我 我第十九 我 我数一一 会有这样成果 我数一二 数一三 数一四 也会有其他成果 结果 数一一跟数一二 数一四之间呢 差距很少 我一也可以啊 我男生 我当男生也可以 我当女生也可以 到底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就有问题了哦 这样比喻不是那么好 可是就是有这种现象啊 有些人会自己觉得说 我到底是偏男生还偏女生啊 所以才会有变性的手术嘛 人家也同意嘛 你要变男生就变男生吧 因为你觉得你的属性 比较偏男生嘛 我在这里 女生也像 男生也像 行为动作等等 或者说 我这个题目测验的时候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它是肯定 它是剧情跟智慧 结果又像智慧又像剧情 到底你是属于哪一个 就是不明确的 这种题目就不好 所以它的效度不佳 效度不佳 有性度不一定有效度 有性度啊 可是它效度不好 这个效度更差 在这里点723 在点50 在点43 每一题它的 每一个题 那个音速都好 结果你看哦 我们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就是 有红色字是在 第一个音速比例比较高的 音速负量高的 当然是归第一个音速哦 19 16 18 17 通通归第一个音速 然后呢 这里 7 8 9 11 12 这里归第二个音速 这归第三个音速 这归第四个音速 但是 但是哦 因为它这边有很多归属 像这个蓝色的话 代表不好的 那好 这样题目你看 这个蓝色应该删掉哦 所以这个应该删掉的哦 这也应该删掉的 这也应该删掉的 那题目不是很少了吗 我一直 每一次都问林思源说 一个题项 一个音速 最好多少 三到五题嘛 好 你看 这个删掉有剩下多少 剩下一题而已 没有啊 这没有一题都没有啦 是不是 这因素一题都没有啦 这个雇主价值呢 剩下一二三题 剩下三题可以 再来这个呢 这个剩下一题两题 也不好啦 剩下两题啦 这剩下三题 所有的题目加起来 变成一个三 一个二 一个三 变成只有八题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 直接用什么 eigenvalue大为1 也就是说前面三个因素 分出来结果是这样子 三个因素呢 同样道理 我把它区隔出来 我把区隔出来 第一个到第 这里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题目变成第一个因素 这里面四个题目变一个因素 这里面四个题目变一个因素 好 那如果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再看 同样有蓝色代表说 它归属各边都 每一个因素都可以 所以不适合 第一个因素变成只有 一到四题 对不对 这就是第一个因素 然后我把红色列出来 十四十五十八十九 这几题呢 就是第一个因素的 再来第二个因素呢 在这里 这个都不好 这通通都不好 这里呢 还有这一题也是可以归在那边 这边三题是归在这里 都不错 这三题不错 然后这里呢 这里有三题还算还好 因为这个地方接近嘛 所以还好 这有三题可以用 我变成说 变成三个因素 本来四个因素变三个因素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们是预计四嘛 将来变正式问卷的时候 正式问卷 红色这几个 蓝色这几个 绿色这几个 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真正具有性度 又具有效度的问卷 这样懂吗 好 那我们题目变成怎么样 变成这几个题目一组 这几个题目一组 这几个题目一组 接下来呢 要重新命名 为什么要重新命名 因为你看哦 十八十九十四十五 题目在哪里 十八十四十八 十八十九十四十五十三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里面 红色的是不是在这里面 所以它归属在自我价值 跟社会地位里面哦 可是我并起来变成一个了 我重新命名 命什么呢 我假设啦 我尝试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 我尝试命的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呢 就是自我价值 然后呢 我社会地位呢 我就不要了 我就直接把它变成自我价值 然后第二个呢 蓝色的是 其实 七八十一 是不是都在这里 很不错 这个呢 保持原来主顾关系的名称 这是重新命名 本来社会地位跟它 我们就去掉了 把社会地位去掉了 或者你真的要写 社会地位跟自我价值 写在一起也可以 第三个 第三个剩下 九十二跟二三 它有这里 这里有 这里也有 九十二 这里有 这里有 这两个并起来 那好 那怎么办呢 它是刚好在一个因素里面 重新命名 我把这个把它命成什么呢 命成叫做 我自己给它定位 叫做什么呢 叫做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所以我这里变成工作满意 进行因素分析取舍之后呢 下一个动作 就是我现在讲的 叫做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因素结构 到这里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我把因素分析 完整整告诉你们了 而且写在这里 我只有少写什么 少写今天的部分 这里面呢 可因素重新排荷 负荷量 然后我少写了什么 少写一个叫做 重新命名要在这里 重新命名完以后呢 整个就结束了 结束完以后还要写什么 刚刚讲 要把表格整理出来 还要叙述 因素分析我告诉你 怎么叙述了 那不是 性度教授你怎么叙述了 效度呢 因素呢 怎么叙述 我再告诉你们 怎么叙述法 很简单 经过因素分析之后 本研究在 这个 工作满意度的部分呢 修正成为三个因素 三个因素分别重新命名 第一个叫做 主顾关系 第二个叫自我价值 第三个叫做工作环境 不是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 然后呢 因素的结构表就是这个表 如表多少 就是这个表 就出来了 而且你看我帮你整理过了 整理成怎样 不是只有这样子 而是把题目也打进来 题目也打进来 然后呢 取舍 这几个取舍 你也可以做成怎样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可以做成这样子 把它删除以后 变成这个地方 我把它 因为上面已经有写了 你变成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删掉 好 二四六八十 十一题 原来只有 原来十六题 对不对 原来十七题 对不对 十七题经过预示以后 删掉六题 变成十一题 而且四个像度 四个因素 变成三个因素 这样懂了吗 这叫效度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把性效度 整个讲完了 而且整个跑一次给你看 整理过一次给你看 最后结果就是 你将来的正式问卷 会变成这样子 那到底要不要呈现这个呢 当然要呈现 要不要呈现这一个 当然呈现是最好 就是整个整体的 原来你这个呈现的是最好 这样才知道 你过去的历程是如何 有没有问题 我已经把历程写上去 做法写上去 你们务必要 要去练习 然后档案呢 我想办法放在上面 那个档案 那个练习档 就是你们模拟的那个 Excel档案 或者SBS档案 我放在上面 你们可以这样练习 就可以做很多啰 好 到这里 完完整整把 性度跟效度讲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